新歌声导师振荣大换血,因为他,网友直言,收视率有点亮。 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歌唱选秀节目,在每年的暑期开播,收视率非常火爆。 从这个节目中走出了非常多的歌坛新兴,包括张碧晨、吉克俊逸、吴墨丑、金志文、姚贝娜等。 在2016年改名为《中国新歌声》之后,这档节目的热度也渐渐不如从前,观众对于导师阵容也有些厌倦了。 从第一季起,《纳英》就成为了导师阵容里的钉子户,从刘荒到汪峰,再到周杰伦,无论其他导师怎么换,《纳英》的位置雷打不动。 因此,这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。 在第六季结束后,《纳英》终于宣布了自己将离开好声音的消息。 如今,为了重返巅峰,《新歌声》对导师阵容进行了大换血。 还有一个多月新一季的节目就要开播了,网友们对于导师阵容也非常关注,毕竟这是这个节目的最大看点。 在第三季新歌声中,节目送走了纳英和汪峰两位钉子户,仅保留了周杰伦和宇成庆两位导师。 将顶替纳英和汪峰两人位置的神秘大咖分别是李健和谢霆锋。 在导师名单公布后,有不少网友质疑,谢霆锋有这个实力当导师吗?还有不少网友表示,谢霆锋还不如汪峰呢?收视率会很惨。 不过,音乐诗人李健却很受网友认可,李健的《贝加尔胡》、《风吹麦浪》等作品歌词和旋律都非常优美,传唱度很高,深受粉丝欢迎。 这一季的导师阵容组成了一个F4男团,个个都非常有音乐才华,相信一定会看点十足。 那么,对于谢霆锋担任第三季新歌声的导师,你们有何看法呢?